看看跟這比 哇塞真的是少超多的 好 今天要來開的這東西 是我們一個老牌子 它叫做Arky 那Arky本來就是做充電器起家 那我聽到比較妙的是 我一開始接觸到它是它的耳機 那我今天終於要來介紹他們的新的 幹充電器了 氮化加充電器 就是這兩款 這兩款是他們新推出的這個充電器 今天要介紹這系列有四種充電器 我今天只會先開箱其中的兩款 那這個系列是有榮獲今年2020CES的 最佳產品設計獎 在這邊你也可以看到說 他們大廠的那個火力 推出這個幹充電器 一口就是推出所有系列 什麼一個頭啊 兩個頭啊 65瓦 100瓦 全部一口吸給你 然後它甚至連這個快充線 它都包辦在裡面了 非常有大廠的氣貨 那我們今天要開箱就是這兩款 這款是ARKE充電器 然後它現在是PAV3的 跟這款是PAV4的 那他們兩個就是在他們的充電插座的部分 會有點不同的以外 其他基本上都滿類似的 那首先他們這個新的這個 ARKE的充電器 彈化夾這技術以外 他們還有一個新的晶片叫Arminia 然後這是他們ARKE自己的專利 這是他們跟一個很大的廠員叫Navitas 一起合作研發出來 那Navitas其實是一個很厲害的半導體公司 那它有合作過的大廠包含了像是 德州儀器啊或台積電都是它的合作夥伴 甚至連ARKE的競爭對手Anker也是它的合作夥伴 因為他們在做半導體材 特別是彈化夾這一方面是世界領先的等級 他們這晶片是跟它一起研發製造的 好 那我們先從D3開始吧 D3這一款呢 它一樣是最多到65W的輸出 然後搭配他們這新的晶片 他們是可以有達到3倍的快充的 配置的這個孔位是一個USB Type A 一個USB Type C的 好 那我們就趕快來開這一款吧 有刀子嗎 欸不用 這邊可以開嗎 嗚 這樣可以打開了也還不錯 然後這邊一打開這個盒子 就會看到它寫著50% smaller 就代表說它比那個MacBook的充電器 是小了50% 我這邊剛好有一個 剛好就可以塞住這個框框的位置 然後它是最多達到65W 這個開盒滿有趣的 可是它這個到底要怎麼看 這盒子開的方法有點殘暴 好 直接拆開吧 這邊就可以取出 哇 有點殘暴的把它撕開 這邊就是一個小本的說明書 然後剩下的內容 應該就是充電器的本體了 它是黏在上面 喔 不錯 不錯 哇 這菜汁還滿不錯的耶 是走一個霧面的材質 有做這個RKEY的LOGO在上面 然後它這個大小呢 是來到了5.2x5.25 然後深度是來到了3 然後它的重量呢 來到的是105克 比它給的數字再輕了一點 不知道為什麼 光光數字是108克 但我這邊實際量是量到105克 然後它的配置就像這邊寫的 它是有一個PD快充 然後是一個Type-C的規格 加上一個Type-A的規格 這個規格其實還滿不錯 因為在目前的配置 其實很多人的裝置 是沒有說全部都支援Type-C的情況下 那你可以有一個Type-A 做一個印記很不錯 那它快充協力來到的是BD3.0 那最大的輸出瓦數 如果你單孔使用Type-C的話 是可以到65W 所以像是就一點MacBook Pro啊 或者是一些比較輕量的 筆記性電腦的話 65W就夠用 如果是Type-A的這個孔的話 最多的是來到12W Type-C是45W 那Type-A是12W的功率 所以說基本上你可以一個拿來充你的手機 然後一個拿來充你其他設備 是滿OK的 好 這款是PAB3的這一款充電器 我們先放旁邊 好 下一款 哇 這個東西 剛才今天不是很好開 OK 拿出來了 一樣是一本說明書 吃個膜哈 不知道為什麼它膜是貼在這 不是貼在裡面那一層 OK 然後這款就是PAD4的型號 然後它的尺寸跟剛剛這款是 完全一模一樣 也就是長5.2 寬5.2 然後深度是來到3個 它的重量跟剛剛那款應該也是一樣 官方的數據是寫108克啦 那我這邊來看一下 我實際量出來的數據是多少 107 那這個咧 這105 我不知道為什麼是會有差這麼多 不過就差不多是在100多公克左右 然後它的快充協力支援的是 DD3.0 那這一個它配置的就是兩個Type-C 而且你特別有看到說它上面這個是有畫了一個 電腦的符號 下面這個就有一個PDF的符號 它單孔輸出最高瓦數是到65瓦 跟這個一樣 不過因為它兩款都是Type-C的情況下 單孔可以最多到65瓦 那下面那款單孔最多到18瓦 那兩孔同時使用的時候是45加48 所以說你在充你的筆電或充手機的時候 基本上是很不錯的配置 就上面那個是充電腦 下面那個充手機 好 那這個就是PAB4的這個型號 那它們兩個的都是使用這個收納這插座的部分 還不錯 滿好 然後尺寸也都滿小 那除了這兩款以外 它們還有一個是PAB5 那這個是單孔Type-C 那它最多是可以支援到100瓦 所以在一般的筆電的情況下應該都是滿夠用 那還有一款很神的是PAB7 不過這兩款我目前都還沒有拿到手 PAB7的話它最大輸出瓦數也是100瓦 但它的Port它的輸出的配置孔能就超猛 它是兩個Type-C加兩個Type-A 所以基本上你想插任何的東西在上面 你可以一次充四個 真的是滿猛的 好 那除了這個充電頭以外 假設你的充電線是不夠支援快充的 或者是瓦數不足的充電線的話 你有再好的充電頭 基本上你也是充不太進去的 它自己也是有做了 它們好幾款它們的充電頭 像是Type-C到Type-C到Type-A到Lightning 或者是Type-C到Type-A 它們都有做 那我今天拿到這兩款是Type-C到Type-C 還有Type-A到Lightning 好 那我們就先來看這一款是 CB-C-D21 Type-C到Type-C的線 這個應該就比較好開吧 剛剛那個拆起來的是有點困難 哇 它這線質感滿不錯的耶 這長得是像這樣 Type-C到Type-C的線 它這個長度是來到1.2公尺 然後比較特別的是 它們這外圈這裡 都還有在做這個編織線材的處理 這台線其實很猛 它瓦數可以最高支援到100W 那傳輸速度來到是10G每秒 然後它是一般線材500MB的20倍 所以真的是滿快的 那這是這個Type-C的版本 它這頭的位置是有在做加強 所以它比較不會像是 Apple的充電線一樣用啊 這邊就直接炸裂掉 這個是做得還滿不錯的 它只有在做一個軟的材質 你比較不會在凹的過程中 又讓它突然暴斃了 這個還滿不錯的 好 然後接著是這一款 這款的型號是CB-AKL-4 然後它是Type-A到Lightning 如果經典換iPhone就是要回到Lightning 充電頭上 包裝真的超簡單 它打開就是充電線 然後這個的顏色是藍色的 還滿有趣的 然後一樣 它是有做這個編織線材的處理 然後這個很屌的是 它有一個叫做 Kevler纖維的這個材質 強度是鋼鐵的5倍 這個東西通常都是用在軍事與工程上 然後它這個用在傳輸線上的話 可以讓這條傳輸線有比較不容易被拉扯 被彎曲的那個材質在 然後這外面是有用這個編織線 然後這邊的話 你可以看到說 它這個頭也是都有在強化 而且這個顏色還滿好看的 還不錯 好啦 那這就是它的充電線 哇 還有附這個耶 我剛剛沒有看到 在這邊 這個是它的收納袋耶 還不錯耶 這個可以直接這樣捆起來 哇 這東西也太花俏了吧 然後有寫一個RKEY的上面 很不錯耶 好啦 那這就是今天開箱的這個 RKEY的這個充電頭 還滿不錯的啦 特別在這麼小的體積底下 你看看這個比 哇賽 真的是少超多的 然後他們這個RKEY的充電頭 有滿多的專案 在折折的木製平台上 那有興趣可以去點連結 然後它有很多組合 像是這個配這個線啊 或者是好幾個頭 配某幾條線這樣子 那滿推薦給 有想要帶筆電到處走啊 或者是你的手機 有快充功能的人使用 好啦 那就開箱到這 那這部影片呢 我會抽出一款 這兩個其中一個的充電頭 大家一定要記得 該留言 該按讚 該分享 都不要忘記 那抽獎公布的地方 會是在我的Instagram的 限動和Facebook的限動上 好啦 那就介紹到這 這款RKEY的GUN充電器 介紹給你們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點個喜歡 也記得訂閱和分享我的頻道 那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見啦 Ciao ciao Bye Bye 嗨